听到这亲信这番奏报之后啊 这奥拜他乐了 他说呀 我拿着康熙索图二人呢 好有一笔 这旁边的心腹就说了 你们笔作何来呀 他说这康熙呀 就是一个玩无丧志昏庸的小皇帝 这索图呢 干脆就是一个马屁精 也逛古迹 也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呀 咱那粉丝里 有一老朋友就说了 哪天更啊 明儿 明儿是哪天呀 明儿就是今儿 前两天 咱不是在小片里提到了吗 我这准备啊 是周末双更 意思就是说呀 咱们礼拜六礼拜日 各更新一场 然后呢 就是礼拜一休息 然后礼拜二再更新 其实啊 您得谅解我 我这礼拜一啊 也不能休息 咱还得出去拍外景吧 然后还得在家写稿吧 得录音吧 得剪片吧 所以呀 我就特佩服那些日更的年轻人 人家也是作私媒体 我也是 可是我真坐不过来 哎 您还得多抱开 得嘞 咱们闲言少叙呀 书归正传 今天呀 咱们继续聊傲拜 自康熙五年以后啊 这大清朝廷发生了不少的大事 您比如说吧 这康熙皇帝大婚了 他娶的呀 就是索尼的孙女 赫舍礼氏 就是我们熟知的 后来的孝成人皇后 自打爱心觉罗和这赫舍礼义联姻呢 索尼可不像原来那么代政了 他四处奔走 拉帮结派的 就想让这孙子女婿呀 早点的亲政 并且呀 亲政就得做到真正亲政 这里头啊 不能再有外部势力干预 这外部势力指的是谁呀 当然就是那个权倾朝野 豪横的敖拜呀 可这索尼呀 实在是太老了 身子骨又不济 他甚至啊 连这康熙皇帝的亲政大典都没赶上 就撒手人寰空室了 这索尼死了以后啊 跟头靶似的 这康熙皇帝的亲政大典也举行了 可是这亲政能算是真的亲政吗 朝权呀 还在敖拜手里靶持着 为什么这么厉害呀 因为同是辅政大臣的厄北龙啊 他虽然不能说是敖拜一党 但是天性懦弱 他依附于敖拜 也就是说呀 这敖拜说什么 他只能说好好好 是是是 这苏克萨哈呀 虽然能跟敖拜刚着干 可是他力量薄弱 根本啊 他就不是这敖少堡的对手 苏克萨哈强弄着 跟敖拜刚了几年 结果呀 还是不敌敖拜 被敖拜呀 陷害致死 这下啊在大清的朝廷当中啊 这敖拜敖少堡算是一支毒大了 没人敢惹他了 那么有人说这小皇上 他就干看着没点动作吗 这倒也不是 就在苏克萨哈死后没多久 一等侍卫 兼护布侍郎索徒 就辞去了护布侍郎的职务 又重新回到了乾清宫啊 做了一名一等侍卫 这事啊没人敢问 为什么呀 因为这索徒啊 那可是天子晋臣 这当今的皇后娘娘 贺舍礼氏啊 那就是索徒的亲侄女 那自然了 刚死了的老公爷索尼 就是这索徒的亲阿玛 别人不问呢 这康熙皇帝 得跟大伙交代交代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事啊 他有失常理 通常啊 这权贵们把自己的儿子 送进宫里当侍卫 都是为了近身一步 谁想一辈子当侍卫呀 这索徒好不容易 仰仗着自个儿 爸爸自个儿 侄女这点后窜啊 从三等侍卫 熬到了一等侍卫 又从一等侍卫啊 直接进击成了户部侍郎 要说这会儿的索徒啊 他也不小了 三十大几了 怎么着 又突然回前京宫 做保安队长去了呢 您别误会啊 我这不是瞧不起保安队长 他关键是啊 您想谁能够 从财政部的一个司长辞职 跑回去当保安队长去呀 这官他没有往回做的不是 哎 人家这康熙皇帝也在这儿啊 就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来了 这康熙皇帝就跟他们说呀 其实我把索徒调到身边啊 是有这么一层意思 因为啊 我最近迷恋上下围棋了 这平时啊 无论我和谁手谈啊 总是不太得劲 为什么呢 因为多数情况下呀 这阵啊 一下棋就长辈 老输 这阵公我呀 和他们一瞪眼一着急 嘿 从此以后啊 还不输了 真没劲 可是和索徒下棋的时候 就不一样咯 我们两个人啊 势均力敌 哎 虽然阵我总是能赢他吧 但是啊 就是还挺费劲的 这事儿的 一传十 十传百 敖拜的亲信啊 就把这番话呀 传到了敖哨巴的耳朵里 其实啊 这敖拜啊 对这索徒 天天跟皇上 飙在一起啊 还是挺担心的 这敖拜就想了 皇上是不是要拉外戚 整我这个全臣呢 听到这亲信 这番奏报之后啊 这敖拜他乐了 他说呀 我拿着康熙索徒二人呢 好有一笔 这旁边的心腹就说了 你们笔作何来呀 他说这康熙呀 就是一个玩无丧志 昏庸的小皇帝 这索徒呢 干脆就是一个马屁精 而且呀 会拍马屁 拍的舒服啊 还让人没有察觉 就像这路君臣啊 还用得着防备吗 这没过多久啊 这敖拜又听说 索徒在宫里侍卫当中 挑选一些小侍卫啊 或者在南书房 或者在御花园 和这康熙皇帝一起啊 练布库 那又说什么叫布库啊 哎这布库啊 是一种徒手搏斗的技巧 大概呀 像摔跤 可是后来我请教了一下 这方面的专家 康熙初年 那会儿指的这个布库啊 还是一种战场上的实用技机 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这红蓝两方对攻 啪 这红方啊 一个穿当靠 把这蓝方啊 给撂到地去了 这在传统摔跤里啊 红方得三分 哎 算是赢了 可是这布库啊 不行 这布库啊 得上去之后 这红方骑着蓝方 趴在一个肘击 使出这绝杀技之后 才能叛赢 说到这中国传统教啊 这个学徒我呀 还是多少能聊上一点的 哎 小的时候啊 咱们也练过 算起来啊 还算上是天桥宝三爷的一支 这中国传统摔跤啊 哪天咱们单开一期 我跟您啊 咱们细聊 咱们今儿啊 先说这布库 在这军事素养上啊 这满人习猛 很多这布库的技巧啊 都是从蒙古摔跤那儿 演化而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着呀 这康熙最近呢 非常迷恋这个 于是啊 就让索沃图 找了那么十几二十个小侍卫 陪着这康熙啊 一同摔跤 这康熙皇帝啊 有时候也下场 可是谁敢摔皇上啊 于是一来二去的 这康熙皇帝啊 从这个真练啊 就改了 看这帮小侍卫摔跤了 呼 这帮小侍卫对得起皇上 那真是练的呀 要样有样 是要块有块 摔到激烈之时啊 那也是鼻青脸肿 一身伤 为了能在皇上跟前 表现自己啊 一个个的夹着班 夹着点的练丝工 这短短的几个月啊 个人身上的功夫啊 那还都见长 哎 这敖拜听说以后 就琢磨了 这小皇上 在自个身边 幻养仰扑户 是不是他要对我不利呀 这会儿啊 他又有人跟 这奥拜汇报了 说这少宝爷呀 您不用担心 我去看去了 这十几二十个小侍卫呀 大的不过十五六 小的呢 才十一二 高的高 矮的矮 胖的胖 瘦的瘦 他们呀 可不是按谁的本事大挑来的 这索徒负责挑人的时候啊 是看谁跟自己的关系近 谁跟天子的关系近 就挑了谁 所以说这帮孩子都是少爷高子 天子近人啊 没什么真本事 这奥拜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于是呢 对着小皇帝康熙呀 又放松了一些警惕 这一日长 两日短 转眼啊 就到了康熙八年的五月 在这期间啊 这奥拜也曾试探过康熙皇帝 他曾经上书康熙皇帝 说老臣已然年迈 最近呢 总是感觉力不从心 要求退休回家 每一次啊 这小皇帝也都是极力的挽留 并且他还说呀 这您走了啊 我这就玩不转了 因为我对这个朝政时局啊 没有什么兴趣 我呀 还是觉得没事啊 练练不哭 和这个皇后娘娘聊聊天 再和索徒下下棋 这个比较有意思 听了这话 这奥拜就更放心了 这一天呀 他刚下早朝 奥拜啊 正要回家的时候 就看这前情宫一等侍卫 索徒 滴滴滴的跑过来了 上来呀 就是先给奥拜一打气 嘴里说 少伯爷 皇上有请 让您上南书房 见假去 这奥拜就是一愣 问 皇上说什么了吗 没有 您不是知道吗 今天啊 皇上连早朝都没上 早上起来 就跟这帮小扑户发脾气 说他们一个个的都是废物 练的那叫神马文艺 我来的时候啊 皇上在南书房 还跟这帮孩子发脾气呢 我琢磨着呀 是不是把您请过去 给这帮小侍卫指点指点呀 这奥拜一听啊 他乐了 我懂什么呀 我还能给他们指点吗 这索图赶紧抢前一步 跟着奥拜说 那当然得看您的了 谁不知道 您这奥少保 是咱们大清国的第一巴吐鲁 这巴吐鲁啊 是一句满洲话 是勇士的意思 索图又言道啊 我听家父说 当年皮岛之颤 奥少保第一个冲上贪毒 杀得敌军大败呀 要说骑射和这徒手计计 咱们大清国就得看您的了 奥拜听了这几句奉承的话呀 自然心里是痛快的 哈哈大笑 不过呀 他还是迟疑了一下 他就想了 南书房啊 在乾清宫里啊 今天啊 我的心腹班布尔善 他虽然是领事卫那大臣 可是他今天不当班啊 我贸然的去后宫 进到南书房里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可是他又一想啊 没关系 就凭这几个小崽子 他还能把我少保爷怎么样 于是啊 他就跟旁边的索额图说 头前带路 咱们走着 从这乾朝转过来呀 过了天街 进了乾清门 可就是乾清宫了 这南书房在哪啊 你现在再去故宫啊 一进乾清门 别走前边的玉露天街 直接啊 奔左手边拐 捋着这个游郎往前走 您看呀 有一个天子万年的专项斩 那个屋啊 就是南书房 这一路上插喝打去的 索额图陪着敖拜 可就到了南书房了 刚到南书房的门口啊 这敖拜就听见里边 小皇帝正发脾气呢 好像啊 是骂这几个小侍卫啊 功夫不到位 不求上进 这武艺不行 表演的不精彩 这敖拜呀 嘴角一笑 挑帘子 就进了南书房 可是进了南书房以后啊 他觉得呀 有点奇怪了 这南书房的不算大 宽下啊 一丈五 可是他长下有 原来这里边摆的书桌子 书架子呀 因为连扑户方便 都请出去了 地下铺着红毡子 看样子 这屋啊 已然改成胶管了 这敖拜本以为 这小侍卫挨了呲的呀 肯定灰头土脸的 都在两边跪着呢 可是啊 看着这些孩子呀 挺精神 分两排呀 站在康熙皇帝的左右 康熙皇帝对面呀 有一把椅子 看样子是给敖拜预备的 这屋里呀 除了康熙皇帝和这班侍卫以外 还有三名小太监 有两名啊 站在皇上身后 是专门伺候皇上的 还有一位呀 敖拜认识 这是康熙身边的大太监 别看年纪不大 和康熙皇帝年纪仿上仿下 但是地位不低 因为这位太监呀 是跟康熙皇帝长起来的 所以在这内侍当中啊 是康熙皇帝绝对的亲信 谁呀 这就是梁九宫 虽然年纪不大 可是后宫的都宗馆 自康熙初年 杀了吴良福以后啊 这是后宫最大 最有权势的太监 康熙一看 敖拜进来啊 先收了圣怒 这敖拜呢 自然得给康熙行君臣大礼 行完礼以后啊 就站在一边 这康熙皇帝说 敖少保 您别站着了 来人给敖少保赐座 这敖拜啊 谢了皇帝之后 就奔那把椅子 溜达过去了 说是赐座呀 挨这儿 没有人把椅子 给您搬过来 您得拿那屁股啊 自个儿找那把椅子去 也只有坐那儿了 因为这屋里啊 除了康熙皇帝 坐的那把之外啊 也就只有这一把椅子了 这梁九宫啊 平时就是伺候人的人 于是赶紧抢不上钱 引着敖拜 就来到了这椅子的跟前 一手拖着敖拜的胳膊 一手扶着了椅子被 让敖拜呀 稳稳当当的 坐在了椅子上 这会儿按照礼法 敖拜不能先言语呀 这康熙皇帝 首先就发言了 这小孩就说了 敖少保 您看啊 这几个小扑户啊 就那么几个动作 翻来覆去的使啊 郑公我呀 早就看腻了 我可听说了 这摔跤啊 有大讲究 大绊子三百六 小绊子赛牛毛啊 什么这德和勒 穿当靠 加班卷啊 正宫我都没看过 等会儿啊 您教他们几手 正宫我呀 也好开开眼 那说这皇上嘴里 怎么这么些 芦灰渣子呀 这不是皇上说的呀 这不是我说的吗 这个 这敖拜坐在皇上对面呀 是指向不达 这皇上还不忘了 赶紧主身后的小太监 去 给敖少保 沏茶去 借这个小太监 端茶的功夫啊 这皇上又说了 敖中他 您看现在呀 已经五月了 新茶呀 已经下来了 我这儿啊 全是雨前的茶 是这个江陵之灶啊 给我供上来的 他们说这个茶呀 出在太湖附近 杜鹃山上 当地的土人啊 给这茶起了个名字 叫香死个人 郑公我一听啊 这名字太不雅了 于是啊 我就新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碧罗春 可是当地土人 给这个茶起的这个名字 不是白叫的 这茶呀 真是香啊 一口饮下呀 是沁人心肺 正说到这儿 这小太监 也把这茶 端上来了 这敖拜低头一看茶盘子 呼 还真是精致啊 只见这茶盘子里呀 摆着三件套 中间是茶碗 上边有盖 下边有托 还没揭开盖呢 这清茶的香气呀 已然飘出来了 敖拜是满洲人 又是朝中的重臣 他没有那般 汉臣的规矩套子 因为在官场当中啊 有这么个规矩 这茶呀 只能看不能喝 抄起茶来呀 那叫端茶送客 您就得走人了 要是按规矩说呀 这敖拜端起茶碗来 拿嘴一敏 这就是要把皇上送走了 这敖拜呀 可不管那套 他心想啊 既然茶香啊 那我就得尝上 于是啊 他就把这茶碗 端向了嘴边 这茶碗 刚一沾嘴唇呢 火怎么这么烫 这敖拜呀 手就一哆嗦 汤郎 这茶碗就掉到地下 摔了个粉碎 这敖拜一哆嗦 不要紧呢 屁股底这把椅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咔嚓一声 一条腿就断了 后边扶着椅子的良久公 顺势一推椅子被 这敖拜一个前瞻 就栽了出去 结结实实的 就摔在地上 脸上啊 还让这碎碗茬 插了个口子 这时候就听康熙皇帝说呀 大胆 敖拜你竟然大不敬 敢摔了阵的茶碑 你这是吓唬谁呢 这个时候 再看皇上身边 这十几个小侍卫呀 还没等皇上发话的 蹭蹭蹭 一个个就向敖拜窜过去了 有的抓头发 有的揪胡子 有的撑大腿 有的拧胳膊 三下五除二啊 就把这敖拜捆得跟粽子一样 有人说这敖拜 不是第一巴吐鲁吗 就这么容易吗 您瞧呗二十个傍小伙子 一块上去掐吧 第一巴吐鲁啊 就是一头水牛啊 这会儿也被捆结实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康熙皇帝和索博图 与梁九公 还有这一班小侍卫 定下的至秦敖拜之计 敖拜喝茶的那个茶杯 它怎么那么烫呢 因为在这南书房的边上 拐脚的地方啊 就是轮衣卫 早班的就在那织了一个炉子 上边做了一个砂锅 敖拜用的这个茶杯啊 拖和盖放在一边 中间这个碗啊 一直就在砂锅里用开水煮着呢 装上茶之后啊 给敖拜端到跟前 这敖拜啊 一手拖着碗拖 一手扶着茶碗盖 这中间的碗呢 可就往嘴里递去了 那这嘴唇一奢利茶杯啊 它能不烫吗 一抖了手 茶杯就出去了 摔了个粉碎 哎 我讲这故事啊 都是罪过 可惜了啊 这康熙年的轻化小盖瓦 这敖拜坐的这把椅子呢 其实上边也有机关 一条腿啊 被拒折了三分之二 嘿 将将啊 就连着那么一点筋 为什么这敖拜往上一坐 这梁九宫 就死死的攥着椅子背啊 那是怕呀 这行动还没开始 这椅子呀 就露了消息 咔嚓断了腿 敖拜一挨烫啊 这手一哆嗦 往前一使劲 这腿可就折了 这梁九宫顺势 往前又一推这把椅子 敖拜这跟头摔的 用文言说呀 这叫狗强屎 歌北京话呀 叫大马趴 小侍卫 在一拥而上 这敖拜呀 就算被逮着了 这时候啊 又从门外进了一个人 谁呀 李亲王杰叔 进来以后啊 汤汤汤 宣布了敖拜三十条罪状 这敖拜一看 耶和 这孙子平时见着我就哆嗦呀 今儿气怎么这么足啊 当然了 您这都捆起来了 他气能不足吗 于是啊 就把这敖拜关进了天牢 并且处置了敖拜一党 这里边啊 有敖拜的弟弟穆里马 赛本德 还有丛子纳摩 再有就是大伙都熟悉的 康熙王朝里演的那个 大学士班布尔赛 还有尚书阿斯哈 济氏 侍郎代弊图 等等等等 一并消首处死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啊 这康熙皇帝并没有杀敖拜 只是啊 把他惯了起来 可是这敖少保啊 他都有气性啊 没过几天啊 在天牢里 他就气死了 这也算是自绝于朝廷 自绝于皇上了吧 这敖拜的故事啊 还是有 您要是想听了 您就给我留言 咱们再讲一集啊 完全没问题 您放心啊 咱可不是水故事啊 保证您呢 还是有滋有味的 得嘞 这这天啊 的确不早了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能和我留言互动啊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各位早歇着 拜拜